大爷拿出手套放到工具箱 又拿起描表卡好时间 确定周围没人后 推着工具车一瘸一拐 直直冲向保险库 他用颤抖的手慢慢输入密码 终于门开了 映入眼帘的不是冰糖 而是价值上一英镑的钻石原石 他们已经在这个全球最大的钻石银行保险库 躺了整整16年 现在大爷怕他们无聊 想为他们换个新价 大爷是这家钻石银行的清洁工 兢兢业业工作了16年 临近退休 他想套自己的双手 拿一些补助金只不过大爷想要的 不是一颗两颗 而是全部 可仅凭一己之力 他根本无法成功盗取钻石 一番深思熟虑后 大爷将目光锁定到了银行职员劳拉身上 在大爷那个时代 女性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尊重 劳拉每天上班第一个到 下班最后一个走 无论判断力还是执行力 都是公司数一数二的 但即便如此 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能力远不如自己的男同事生智 好在劳拉并没有气馁 为鼓励自己 他在变迁上写下 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 你会成功 谁知这天劳拉发现 有人在自己变迁上流了眼 不 你成功不了 还附带了一张电影票 出于好奇 劳拉根据那张票来到电影院 迎接他的正式清洁工大爷 大爷告诉他 他不仅不会升职 还会被开除 因为他参与了一个秘密会议 而那个会议 只许银行高层参加 很明显 劳拉不属于高层 第二天 为正式大爷话语真实性 劳拉支开人事 翻找文件 果然 他找到了那份解雇自己的文书 银行为了保证利益 甚至不允许劳拉再入职任何一个钻石行 这般谢莫杀驴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劳拉 当晚 他就找大爷商量 如何报复银行 大爷表示 自己只对保险库的钻石感兴趣 并且已经有了一套万无一失的计划 他称 每晚九点银行会准时关门 保险库那层也只有两名保卫 而他们每过一小时 才会走动一次 上夜班的自己 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出现在那 只不过 保险库的密码一周一换 以前放在董事长办公室书桌下 现在应该放在董事长家的书桌下 劳拉只需借助晚会 前进董事长家 找到密码 告诉自己即可 此外 大爷还沉默 只偷取一宝温杯钻石 完事后一起评分 眼看大爷如此诚恳 劳拉同意了 美女藏在楼梯口 偷窥一位老爷爷 为了看得更清楚 他还拿出一个望远镜 愿真记下老爷爷留下的密码后 劳拉从衣服里拿出白手帕 打开保险箱 果然里面藏着一张密码纸 他赶紧把密码 告诉清洁工大爷 准备开展偷到钻石的计划 可偏偏这时 银行安装了摄像头 劳拉懵了 他立即与大爷谋划新计策 经过一早上的观察 劳拉发现 保险库内部没有一个摄像头 通往钻石保险库的走廊上 则有八个摄像头 但屏幕一次只能展示四个画面 每隔15秒轮换一次 也就是说 每个画面部显示的时间是60秒 而且这样的摄像头 不具备录像回看功能 大爷听后 一套计划应运而生 当晚 他像往常一样 到保险库走廊打扫卫生 眼看保卫巡逻完毕 他戴好手套 来到保险库大门口 按照劳拉提供的密码 一点点输入 这时监控拍到了他 但看监控的大哥 却只顾恰饭没控理他 与此同时 劳拉还给监控室打去骚扰电话 成功为大爷拖延半分钟 就这样 劳拉知道他们成功了 可很快他就笑不起来了 因为他发现 大爷并没有按约定 装一宝温杯钻石 而是将所有库存洗劫一空 他生气地找大爷理论 大爷却让他别都管闲事 还撑时间到了 自然会将他应得的给他 当务之急 自己要找银行索要一亿赎金 另一边 银行未将损失降到最小 特意调来一位专员调查 并请来保险公司 毕竟保险库拥有铜墙铁壁 一般人根本凿不开 电梯虽是唯一通道 但没有地下出口 他们实在想不到 近两吨的钻石 是如何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偷了 可悲的是 专员没有思路 保险公司也拒绝赔偿 甚至为了自保 保险公司还将银行钻石丢失的事 公之于众 一气之下 银行董事长高血压离世 劳拉也因害怕 跑进卫生间平复心情 慌张中 他竟将自己手中的钻石 弄进了下水道 看着有点污浊的钻石 劳拉似乎知道了大爷的作案手法 果然 他在下水道口 找到了大爷 大爷抓起一把又一把的钻石 直接冲进下水道 哪怕堆成一座钻石小山 也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而他这样做 全是为了给妻子复仇 16年前 大爷的妻子癌症早期 只要及时动手术 治愈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收入微薄 只能走医疗保险 谁知保险公司却称 他们必须先等待排队入院 而这一等 就将病情拖到了晚期 至于那个保险商 他如今已经靠穷人的血汗钱 摇身一变 成了伦敦钻石行最大的保险商 因此 大爷痛恨保险公司 他偷走银行所有钻石 就是为了让保险商承担巨额损失 很快 钻石银行其他股东得知 保险商不仅违背行规 将钻石被盗的消息透露给媒体 还拒不赔偿钻石银行损失 引路之下 他们联手其他钻石行 取消了与保险商的合作 并一起筹出一亿英镑 交给大爷 就这样深感自己一无所有的保险商 开箱自我了断 听完大爷故事的劳拉 也目睹大爷拿钱消失在远方 故事的最后 劳拉通知银行来取其他库存 眼看大家忙忙碌碌 他独自蹲坐脚落发呆 等人走完后 劳拉从口袋掏出一颗大钻石 仅仅攥在手心 他将那视为自己最后的保障 紧接着依旧不被重用的劳拉 从银行辞职 他的账户 也收到了来自瑞士的一亿英镑 与成为富婆的开心不同 劳拉每天都在想 如何花掉这些钱 为了减少罪恶感 他不停做慈善 不停帮穷人 终于 整整40年后 他花光了最后一遍事